大家好,我是小诺 豆角烧茄子是一道非常好吃的下饭菜 但是很多人都做不出饭店的味道 不是太油腻,就是口感不鲜美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小技巧 不油渣,不腌制,不焯水 按照这个方法做出来的豆角烧茄子 味道鲜美,口感鲜香,超级的下饭 下面跟着视频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把豆角 豆角不用准备太多 像这么一小把就够了 豆角我们最好选择这种鲜利的长豆角 接下来把豆角放入盆中 给它稍微的窝一下 往里面加入没过豆角的清水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再加入一勺小苏打 豆角在生长的过程中 不免要会生些虫子 难免要打一些农药 加入食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加入小苏打可以分解农药的残留 用手搅拌搅拌化开食盐和小苏打 然后把豆角放在小苏打和食盐水中 浸泡10分钟 这样可以有效的把豆角清洗得非常干净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两个鲜利的茄子 茄子就要选择这种比较油亮的茄子 用手按一下像这样比较硬的茄子 这种茄子就比较鲜利 接下来我们再把茄子给清洗一下 放入盆中加入清水 再加入一勺食盐 把茄子搓洗一遍 因为茄子皮呢 我们在炒制的时候最好是不要去掉 茄子皮含有丰富的花青醋 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食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而且它的摩擦性非常的好 可以把茄子皮清洗得非常干净 把两个茄子用食盐搓洗一遍 再用清水清洗干净 然后控水捞出 再用清水把茄子清洗干净 洗净后控水捞出 放在菜板上去头去尾 然后把茄子对半切开 再改刀切成这样的三角块 或者是菱形块 茄子的形状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切 切好后把茄子放入大盆中 茄子容易氧化变黑 我们在大盆中加入一碟清水 把茄子清洗一遍 切好的茄子我们用清水清洗一下 颜色就变得发黄了 然后把茄子控水捞出 再用力的挤一下水分 尽量用力的挤一下 像这样可以破坏茄子中的海绵组织 这样再炒的时候茄子不容易吸油 很多朋友把茄子切好之后都是用盐腌 用盐腌过的茄子虽然不吸油 但是它的口味就没有那么鲜了 洗好后把它放入盘中 这样清洗过的茄子像这样放上半个小时 它也不会氧化变黑的 豆角这会儿也浸泡好了 把豆角清洗干净 豆角呢它比较容易生虫子 它的农药相对的说来就比较多 我们在食用之前一定要把豆角清洗干净 洗净后控水捞出 再用清水多冲洗两遍 清洗干净后把豆角控水捞出 然后把豆角给它整理一下 头部切去一刀不要 再切成三厘米长的小段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点小料 准备一颗葱板 把它斜刀切成马蹄片 再准备几个小米椒 把辣椒粑掰掉 再切成米椒圈 不能吃辣的也可以换成菜椒 或者是大红椒 再放上几个青色的小米椒 搭配颜色 切好后放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把大蒜 把这个蒜头给它切掉不要 这个蒜头比较硬 口感不好 然后用刀背把大蒜拍散 拍过之后 这个蒜香味能够更好的释放出来 再简单的给它切上几刀 切成小一点的蒜粒 像视频中这个样子就可以 切好后和葱花小米椒放在一起 茄子烧豆角要想好吃 这个碗汁非常的重要 接下来我们来调一个碗汁 准备一个小碗 我们以汤勺为比例 在里面加入两汤匙的生抽酱油 半勺的老抽上色 一勺食盐 一小勺的白糖提鲜 鸡精 半勺胡椒粉 再加入这么一小勺的玉米淀粉 再加入三勺清水 用勺子搅拌搅拌 划开调料 一定要把淀粉给它搅拌均匀 划开淀粉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 食材准备好后 接下来我们来烹饪 接下来锅烧热 往里面加入食用油 油不用放的太多 你平时炒菜多放一点就可以 很多人做豆角烧茄子 都是把茄子给它用油炸一下 炸过之后呢 它的口感又特别的容易 今天我们不用盐煎 也不用油炸 用少许的石油 把它煎一下 挂动一下锅 让锅的适中锅上油 然后大火把油烧热 烧着这个锅有些烤熟了 然后把茄子倒进来 用铲子先把茄子摊平 先不用翻炒 然后再弄一下锅 让边缘的茄子也更放油 这个时候给它翻个面 过弄一下锅 让茄子受热均匀 把茄子煎软 煎至表皮微焦微黄 让吃起来口感更香 煎茄子的时候一定要用大火 不能用中火小火 用中火小火 茄子也容易出水 而且口感不好 茄子今天用油 煎一煎 这样再炒制的时候 也是更容易入味 不会煎锅的 可以用铲子 像这样子的翻炒 让茄子四面受热均匀 把茄子炒软 炒至表皮像这样微黄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盛出 放入盘中就用 像这样用油煎过的茄子 颜色也是特别的漂亮 再用大火煎过的茄子 也不怎么吸油 锅里还有一些油 继续开大火 把油加热 然后再把豆角给它煎一煎 煎豆角的时候 同样是把油烧热 豆角呢 它属于油盐不进的食品 提前用这个油 把豆角煎一煎呢 这样更方便入味 而且颜色也是更加的漂亮 油热 倒入清洗干净的豆角 大火把豆角炸出虎皮色 煎一下锅呢 容易出现这样的明火 这个没有关系的 这样炒出来的豆角 口感更香 带着一点腥腥味 豆角它是不吃油的 看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炒了有30秒了 锅中还有这么多的油 炒制的时间不用太长 像这样起虎皮色 无微发黄就可以了 关火 然后把它盛入盘中 用油煎一煎 这样豆角的香味呢 也出来了 炒豆角茄子呢 用的油比平时炒菜 用的油稍微多一点 但是炸完豆角 看一下锅中呢 还剩有这么多的油 像这样呢 比油炸的要剩油 接下来我们来炒制 锅中这个油呢 就不用倒出来了 先开小火 把油加热 油热放入小料 把小料爆香 再放入几粒胡花椒 这样吃起来口感更香 我们炒料的时候 要用小火炒料 让小火炒料炒的味道香 而且不容易浮 炒出花椒的香味和蒜香味 然后把炒好的茄子 豆角倒进来 这个时候开大火 先把茄子豆角和小料 翻拌均匀 拌匀后 再倒上我们提前调好的碗汁 倒汁前要用勺子搅拌一下 因为电肥放置一段时间呢 会有所沉淀 用铲子翻炒均匀 这个时候要将火候 转为高火 把茄子豆角炒至入味 然后再开大火 抽一下汤汁 炒至汤汁煎炒 汁名切量 像这样 我们的茄子烧豆角就做好了 看看这样烧的茄子豆角 是不是特别的有食欲 出锅 装入盘中 这样做的茄子烧豆角 豆角的颜色非常的脆绿 看着呢就很有食欲 看看这个茄子软软糯糯的 看着就想吃 这样做的茄子烧豆角 鲜香味美又下饭 而且一点也不油腻 软软糯糯的也非常的入味 吃起来口感鲜香 真的是太好吃了 这样做的豆角烧茄子 味道一点也比饭店的差 而且做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 损食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